接下來我們要上個東西是 告訴你我們怎麼去做算 計算所謂的 做工 那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一個功能原理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一個做工的公式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兩種方法 我們有兩種方法求做工 第一種就是利用功能原理 功能原理就是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 做正功能量會增加 做復工能量會減少 就是增加或減少動能 或增加或減少衛能 就是W等於D2E 我用這個方法做 算出我的做工 它是我做工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就是利用 公式 做工就是力量成位重點 力量跟位移要互相怎樣 平行 力量到要互相平行 我們就有這兩個方法來求做工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做練習 練習這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我希望你要用功能原理來做 就是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 好 那 剛才講過這個工式上面的重點就是力跟位移要怎樣 平行 同方向做正功 反方向做 務功 OK 好 就是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 做工的結果是能量的改變 有個0.8牛頓的拉力 只要0.4東西 然後呢 在粗糙邊上做等速度運動 摩擦一定拉力在求起動時還可以 這個你可以用以前方法做 以前方法做 等速度表示合力的為0 就知道摩擦力多少 f 等 m 就可以求出a 然後有a呢 有a 然後有速度 有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算數位要多大 這個是以前的做法 那我現在要用你 用功能定理來做 摩擦力0.8為什麼 因為看到的等速度表示合力是 0 所以施力0.8摩擦力就0.8 然後摩擦力 做工的結果是能量變化 這裡是動能變化 從有動能變成沒動能 然後呢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為乙 所以 我們就寫式子 這個叫做做工的結果是能量的改變 是動能的改變 莫動能簡直要出動能 動能怎麼算 1 2分之1mv乘方 2 2分之1mv乘方 然後就往 然後呢 做工的解 方法過程是力量成為乙 所以力量成為乙 2分之1一樣做完 然後往裡面帶數字 好 這裡為什麼要有個負號 因為負工 負0.8乘位移不知道 然後呢 莫動能是0 因為靜止的速度是0 然後減出動能 2分之1mv乘方 我算一算1億 答案就是0.25公尺 這個是利用功能原理去做計算的 你可以不要用功能原理 你可以用以前的牛頓第二運動力加上運動學的方法做也可以 但是我現在希望我現在希望你練習一下功能原理練習一下功能原理 所以我當回的例子都是以前有寫過的都可以用以前的方法做但是我希望你現在解題的時候練習用功能原理去解題 好就是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這個觀念去解題 希望你做這樣的練習 然後因為我講 我剛才你說過如果你對功能原理很了解 徹底明白 其實到了簡單機械的時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再背什麼公式 就功能原理就全部都解決掉了 功能原理就全部解決掉了 OK讓你了解一下功能原理的計算 我 7.12指数能原理就好 嗯 嗯 嗯